土路上急速狂飙 电影《疯狂麦斯》高难度场景 美军恐怕正亲身体验中 场场一直线突然歪一边 这是美国在加萨建造的临时码头 没想到采用半个月就坏了 这座临时码头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浮动码头 另一个是这次遭恶劣气候破坏 连接加萨海岸的三岔级码头 官方表示修复时间可能超过一星期 美国退役陆军工程师指出 当地海矿南侧一阵波涛汹涌 就可能让修复作业的难度 堪比站在高速行驶的半拖车上 进行精准罕捷 事实上早在去年10月 就有官员评估过 建造临时码头的风险很高 但随着人道需求越来越迫切 空投物资更危险的情况下 白宫才对盖码头开绿灯 只是花了3.2亿美元 动用1000名美军的码头 短短半个月就被海浪击败 让人质疑工程可靠性 对此美国国防部强调 临时码头只是辅助性做法 就远加萨的最佳解方 还是以色列开放更多的陆路通道 把物资送进去 小丽新闻 六月宇报导